今天又來到士林關底公園 下個禮拜士林關底公園有玉金香展 3月22號開始 那今天是要到他的新蘭亭 看蘭花展 都桂花香 他現在有一些開始在為下個禮拜的玉金香展做準備 這樣從路口走進來 都是一些淡淡的桂花香 聞著聞著好舒服 然後現在天氣又好 這邊有一株小小玫瑰花 他的玫瑰花上面還有水珠耶 這一區是昆蟲區晃一下 這我沒來過呢 真的看得到各種昆蟲嗎 哦 晃一下 清幽小鏡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大池塘 大蜘蛛 看到大蜘蛛了 這就是他的大池塘 可以看水生植物 勃起 對不對 還是柱起 那我還說您起丁起 丁起 我知識寡漏 不知道怎麼唸 繼續向前走 應該可以走到主要道路的通道 在這邊可以觀察到蟘蛛 爬蟲 要認真看 然後這一區上面有照黑色的網紗 這區可以看到天鵝 鵝類的 我有听到 鸡啾啾禅畜 禅 不是禅畜是禅 还有 哦 金龟子这种 很小只啊 慢慢看 这里就是往事啊 它隔绝了部分阳光 营造热带阔叶岭的环境 可以让一些蕨类野生的三棵 绒鼠植物在这里成长 这就是从入口处这样拍过去 走出了往事 前面这边已经在准备下礼拜的玉境箱展了 我们只能圆圆的抢先看而已 刚刚经过的地方就是生态园 前面这里就是在为玉境箱展做准备 这里也有可以偷拍 先偷拍一下啰 这是他们准备要放到花圃上的这些 这红色的玉境箱好饮宴啊 这边也在布展 玉境箱展示2月22号到3月3号 不要错过了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园艺展览馆里面的兰花 兰花是一种很娇贵的植物 之前有听说是要通风 还要要凉快的地方 兰花才会长得好 所以兰花最好就是在这种有冷气吹又通风的地方 有点满帅 还要去分类 但是我们不把这种水 那些花才会长得更多 在那边 斤花才会长得更多 员 留意 我们不得了 这种很具夾 还有 手 这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的兰花实际上没有很多 大概走完一小圈五分钟就结束了 比较期待下个礼拜的郁金香展 喷水时间到了 对啊就喷水而已 前面这边有一个春节花会展 可以进去看看 一个小型的展览 色兰花也很漂亮 这也都是兰花呢 这个像樱花色的 颜色好漂亮 这一区的兰花觉得比较特别 这应该是被喷上颜色才会有多种吧 从根缆上去 哦从根缆上去 哪一盆 这一盆 这盆明明就是桃红色 所以这也是被染色的 黑光嘛 这一盆 这一盆 像樱花般的这一盆 这一盆 这一盆 这里还有一个台湾三一美术 不知道是展什么 啊花卉 花卉的画展 在这个八角亭这里 这个展览到三月三十一号 如果来看郁金香展的话 可以顺便进来看一下 春天真的是个赏花的季节 现在开始有兰花展 然后有一些靠山的地方有樱花 接下来有郁金香展 三月还会有玫瑰展 所以喜欢看花的呢 要掌握一下 这几个月可以赏花的时间 像这个也是超漂亮的 这边有一个中式庭园 可以走进去感受一下中式庭园 可是我觉得中式庭园最厉害的是 那一个我们之前智善公园 他那个中式庭园 做的比较到底一点 如果是从捷运摄林站过来的话 就可以从这条路走进来 所以摄林关底的这个地方 在交通上还蛮方便的 那就期待下周的郁金香展 还有接下来的玫瑰展咯 拜拜